最近有很多客人很急請工人 原因就是跟舊工人做續約 到最後才發現原來工人不想續約 想回菲律賓 又或者是外面原來一早已經找到新僱主 這裡想給一些貼士給僱主 怎樣跟工人做續約最穩妥 第一個貼士就是黃金續約時期 就是在工人緣約之前四個月 雙方僱主跟工人談好了 究竟是否續約 如果續約就開始裝備手足了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呢 因為工人如果不續約 僱主還有很多時間去申請一個新工人 第二件事就是很多僱主都不知道 就是工人有機會那個護照將會到期 所以如果早這麼多發現工人的護照到期 都有時間去做這個新的護照 之後才做這個續約 第二個貼士就是工人可以自己自行做續約 但是我們就建議僱主幫忙辦理續約 又或者是經agent去代辦續約 因為工人如果要去找一份新工 他需要展示舊合約證本和護照證本 給個新僱主看 或者是給agent看 如果僱主去辦理續約 或者是經agent代辦續約 工人需要交出這兩樣文件 才可以辦理得到 所以工人找新工的機會 就會低了很多 希望這些資訊幫得到你 多多多多會 但是我們要去做的 很多事情 我們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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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的事情 我們要去做的